这个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皮肤竟然变成了绿色 女人被吓坏了 她赶忙拨打了救援电话 尽管队员们事先了解了情况 但还是被眼前的荧幕给吓到 看着女人情绪激动的样子 队长赶忙上前安抚女人 随后让女人坐在椅子上保持冷静 可经过检查 女人的脉搏和血压都很正常 这让队一都有点懵圈了 于是询问女人这样子多久 此时的女人也很难受 说自己昨晚还好好的 结果一觉醒来就成了这个样子 眼看问不出什么来 她们决定在屋内寻找线索 同时队员询问女人 是不是吃了胶盈之类的药品 但女人都摇头说没有 然而就在这时 队员在卧室的垃圾桶里 找到了一只止疼凝胶 原来昨晚女人牙疼的难受 便把一整只的止疼凝胶 全挡在牙疼的位置上 可还没等几人反应过来 女人就突然开始全身抽搐起来 队员们立马把她安装 同时给她带上一期检测 检查发现血液中的铁含量 竟然达到了60% 并且还在不断上升 如果含铁量超过70% 女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队员给她带上氧气罩 接着赶紧给她注射刺甲剂兰 这种药剂可以让女人身体中的 铁元素迅速降降 随着药剂的输入 女人体内的含铁量迅速下降 而女人也随之苏醒了过来 并且皮肤也在慢慢恢复了正常 看到自己又变回了原料 女人高兴坏了 结果还没高兴两秒钟 牙疼这个毛病又来了 对意让女人别胡乱用药 还是挂个牙科好好检查一下